為因應大型災難的應變能力 洛杉磯院應急管理辦公室 今天連同多位宗教領袖、白宮代表 等於洛杉磯市中心參與第二屆洛杉磯院做好準備的活動 提醒市民增強防範以及應對災難的能力 並呼籲社區人士參與7月16至19日舉辦的地區性災難應變活動 洛杉磯院政委員兼院長安東諾維琪 今天帶著多名的宗教領袖 向在場媒體和民眾講解防範災難的重要性 洛杉磯院應急管理辦公室邀請樂園各大宗教的教堂和廣場 在社區或公益組織協助下提醒居民平日防災 準備工作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鼓勵居民作好至少四項的準備 原則就是取得信息、取得聯繫及早準備和立式行動 我們全都知道時間將來 我們必須擁有所謂的知識 我們所持有所謂的知識 它會在救生生命中 有人知道你救生生命可以非常好是自己的 如果你做這件事 你很容易可以幫助別人 或許會在你支援的助力 所以這是基本上重要的事 根據地質調查局的預測 在未來30年內 南加州中路有46%的機率 遭遇一場7.5級以上的大地震 具體的防震防災措施 學校或家庭防災應變 事先準備或應急措施 詳細資訊 可以上網參考或撥打211電話 天安維持編輯報導